汉子茶陪男神跑完了三千米 大瓶切到他们的时候 男神一下就倒在我的怀里 语气虚弱 学姐 我头好晕 可以稍微靠一下吗 旁边伸出手想要拥抱的汉子茶 僵在了原地 脸都绿了 而我的前男友正拿着一瓶 给汉子茶买的饮料一脸低沉 我挑挑眉 反手搂住了男神 呜呼 不愧是体日生 咿 跟前男友灵眼分手的那一天 他气急败坏地拉住我 说我心眼小 说他没把许晴当女的 就是当个兄弟 兄弟之间勾肩搭背的 不是很正常吗 我白了他一眼 懒得跟他废话 直接说我们已经分手了 再纠缠我要报警了 林妍看我铁了心要分手 也不挽留了 开口就骂 师郎 你哥这装什么清高呢 谁家女朋友跟你一样 都谈一个月了 连手也不让了 我跟你说分手可以 你得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 还有我送给你的礼物 都得还给我 我气都气笑了 转头讥讽 你是说你在拼戏戏上 9块9的口红 还是在代理那买的 最便宜的假货 还备注不包油不要 林妍脸上有些慌乱 毕竟他送我这些东西的时候 可是信实淡淡的保证 他花光了所有的生活费 都没钱吃饭了 可怜我当时还信了 包了他一个月的饭 光丁外卖都花了两千多 林妍 你不是常说 最讨厌我们这些 出生就在金字塔顶端的人吗 我告诉你 老娘有钱有势 成绩还甩你几条街 我就是要拿你最看不起的权势压你 你在纠缠 我让你分分钟退学 当然 这话我是虎他的 虽然我爸是校长 但我真要是虎假虎威 他能用皮带抽得我怀疑人生 林妍果然怂了 毕竟他贫寒的家境 需要这份学历的保障 我分手的第二天 许晴就发来的好友申请 备注还是嫂子别生气了 我看乐了 顺手就加上了他 想看看他能说出什么花样 许晴上来就卖了一波惨 说林妍昨晚上哭得可伤心了 他衣服都被枯湿了 还让我放心 说他已经帮我骂过了 我品了品他说的话 觉得很有意思 林妍昨晚上都跟我撕破脸皮了 他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 竟然还有脸来当说客 所以他昨晚上抱着你哭的 我慢条思理的打下这句话 许晴半天都没回我 我以为他心虚了 没想到他竟然对我发来了一场串话 或感情那么长时间 是去酝酿小作文了 小作文的主题 就是他这个人天生大大咧咧 觉得女生都很麻烦娇气 跟女生玩不到一块去 他就是把林妍当哥们处 对他根本没啥想法 让我千万别介意 我回他 我不介意 我跟他分手 纯粹是因为他这个人不行 而且你知道 你为什么只能当汉子茶 当不成绿茶吗 属实是因为你长得太丑了 当绿茶也是有资本的 就许晴那粗广的嗓音 和寡淡的脸蛋 他想角柔造作 也得看别人买不买账 而且我一直信奉一个观点 男人不是不会见茶 要么他不爱你 要么他享受这种 没有边界感的触碰 两种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还好我及时止损了 二 没给许晴反驳我的机会 我反手就把他拉黑了 跟这种人站一下边 我都觉得晦气 只不过 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天天在我眼前晃悠 好像不找点存在感就难受 许晴是大一的小师妹 这才开学一个月 他就已经跟高年级的学长都混熟了 成天嘻嘻哈哈的 跟在他们的后面打篮球 恰逢那天是周日 学校没课 室友为了抚慰我失恋后的心情 死活要拉着我去篮球馆看球 虽然我一再表示 我一点都不难受 甚至开心的想起飞 也没抵得过他的声拉硬拽 在现场快被他的尖叫声震聋的我 严重怀疑我只是他的一个借口 他就是想拉着我一块丢人 室友的男神也是大一的心生 还是体愿的 身材巨好 脸也勾人 一来就俘获了不少小姑娘的心 室友用手勾着我的脑袋 一脸兴奋 快 诗诗 我都替你打听好了 他叫沈之舟 还是个没谈过恋爱的清纯小白兔 你快冲上去拿下他 美女就应该配美男 我早就说过你眼光不行 这个可是我给你精挑戏选过的 绝对靠谱 我 你男神你不冲 哎呀 我就说我不穿了 非要让你跌穿 看起来娘们唧唧的 我都无语死了 许晴一边说 一边假装愤怒的捶了灵眼一拳 我看了看他的打扮 的确跟平常不同 罕见的穿上一条白裙子 但是这种清纯小白花的打扮 的确不太适合他 看上去不伦不类的 许晴周围的男生倒是很捧他 尤其是灵眼 勾着他的脖子说 他这么一打扮 还真像个女生了 许晴虽然没说话 但我能看出他脸上受用的表情 他们应该也看见我了 灵眼的脸一下子就臭了下来 甚至特意把许晴勾得更紧了 这让我有些无语 怎么哪都能碰见他们 还离得这么近 说话都听得清清楚楚 许晴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白了我一眼 我差点就撸起袖子 过去揍他了 不过我还没动手 就看见他癫癫的 跑到中场休息的沈志周面前 拿着水一脸热情 嘿 哥们 我看你一直往我们这边看 是不是认识我们啊 我平常可喜欢打篮球了 当跟男的打就行 沈志周没接他的水 慢吞吞地说道 原来你是女的呀 我还以为你是 刘长发有一桩痞的男生呢 沈志周声音还挺大 周围的人都听到 他说的这句话了 别人怎么想的我不清楚 反正我是笑出声了 三 换做一般人 听到沈志周这么毒舌 可能当场就受不了了 但许晴不同 他虽然脸色也变了变 但还是接话了 我也是第一次这么穿 别说你了 我自己看都别扭 我果然还是适合走爷们路线 哈哈 该说不说 许晴这一波自黑很高明 不光解了自己的围 还让不知内情的赤瓜群众 觉得这是一个真性情的女生 倒显得沈志周有点没风度了 果不其然 许晴的话音刚落 以林言为首的男生 就哗啦啦围过来了 沈志周还没接话 林言就迫不及待地开口 妄图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谴责他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别以为自己受欢迎 就可以随意重伤别人 一个女生怎么穿 是他的自由 你这样随意点评他人 不觉得很没有素质吗 林言一开口 就把话题引到了性别对立的高度 围观的人群中 开始出现了一些窃窃私语 林言见状 脸上有些得意 看向沈志周的时候目光挑衅 还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嫉妒 我摸了摸下巴 觉得林言想替许晴出头 是一部分原因 但更大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他嫉妒沈志周 因为沈志周不仅在长相上碾压他 身材更是玩爆 更何况 这场闹剧的开头 是许晴先上来搭讪的 我有些期待地看向沈志周 想知道他到底会怎么回答 毕竟没谁比我更清楚 许晴和林言这两个人的本性 有需要的话 我也是不介意上场帮他一把的 沈志周倒是不急 修长的手指在篮球上随意扣了两下 不仅不慢地说道 一个女生当然有他的穿衣自由 只不过这位女同学 刚才跟你们勾肩搭背的 脸都快贴一块了 尤其是这两位男同学 沈志周指了指 刚才跟许晴打闹的两位男生 如果我没记错 你们两个应该是有女朋友的吧 按照我的观念理解 如果是女生的话 多少应该保持点距离才对 现在看来 还是我的见识太浅薄了 林言被沈志周的一番话 噎得哑口无言 周围人反转的议论 更是让她的脸色越发难看起来 不过许晴倒是又站了出来 想要当何事佬 哎呀 误会 都是误会 我们平时都是当哥们出的 可能是今天太兴奋了 所以肢体幅度大了一点 行了 跟这种人解释什么 林言有些不开心地打断她的话 我们深正不怕影子歪 赶紧走吧 对了一会还有训练 许晴被林言拉着离开的时候 许晴还有些不舍得 一直往沈志周这边看 本来我还有点纳闷 沈志周都损到她脸上了 她还能嘻嘻哈哈地不生气 如今看来 当真是美色误人啊 我又仔细端向了一下 沈志周的那张脸 的确是难得一见的精致帅气 或许是察觉到了我的视线 沈志周朝我的方向看了一眼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竟然从那眼神中 感受到了一丝忧怨 四 从那天之后 我与这三人的见面次数 诡异得多了起来 从教学楼到宿舍 这条不算长的路上 我有时能看见 林言和许晴嘻嘻哈哈地打闹 有时能看见 许晴单方面跟沈志周套近乎 我多少能猜到一点林言的心思 无非是想隔应我罢了 自从我跟林言分手以后 是有气不过 就在学校里 宣扬了一下她的所作所为 除了许晴这样的汉子查 估计没有好女孩 想跟她做朋友了 而林言又是一个 十分好面子的人 但她没钱没事 就只能通过这种方法恶心我了 但许晴的心思就有些微妙了 我虽然能看出来 许晴喜欢沈志周 但林言好像并未察觉 她的那些小心思 而且她在沈志周的时候 都是单独的 并没有戴上林言 我估摸着 她可能是既想跟沈志周套近乎 又不想失去 林言吹捧她的那种感觉 不过我还挺佩服 她的厚脸皮的 沈志周不知道嘲讽了她多少次 她还是字字不倦地想要扑过去 但我碰到以上两种情况的 还是少数 更多的是各种各样造型的沈志周 有时候是西服眼镜禁欲系 有时候是清爽休闲奶狗系 甚至还有花花衬衫妖娇系 我估摸着 以她的脸蛋和身形条件 应该接了什么模特的兼职吧 衣服还是其次 关键还是她那一天一换的发型 今天是棕色微卷慵懒系 明天是红色挑染张扬系 后天又成了豪放狂野沙马特系 这让我不禁感叹 现在的模特兼职也不好做呀 天天这么折腾 也不知道头发瘦不瘦得了 不过连着几天之后 沈志周突然就消失了一段时间 连着这么多天的相遇 竟然让我有些习惯了 突然没了她的参与 反而让我的心情有些失落起来 又过了几天之后 我还是没能忍住我那旺盛的好奇心 开始向沈志周的摄友打听她去了哪 不过让我有些奇怪的是 沈志周的摄友好像有些过分热情了 我只不过随口问了一句 她最近在干什么 她摄友就把沈志周的身高 年龄 生活习惯乃至于三维都告诉我了 莫伟还特意强调了一句 她绝对是一位深情专一 旷古绝境的绝世好男人 颇让我有种相亲的错觉 我迟疑的开口 所以她最近在干什么呢 沈志周的摄友嗯嗯哩哩哩了半场 最后眼一闭心一横 飞快地说出了一句话 她现在应该在学校后面的理疗馆附近 可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的 我还有事先走了嫂子再见 她乌拉乌拉蒂说完这句话后 就飞快地溜走了 中间连点停顿都没有 我都怕她说得太快 一口气喘不上来绝过去 虽然没太听清她后半段说了什么 但应该也不是什么让人注意的事 重点还是前半句 不过学校附近的理疗馆 我记得那里是一家专门做按摩康复的地方 却以治疗脱发文明 深受中老年人的喜爱 想起沈志周之前一天一个样的发型 我不由得咽了一口口水 不会真让我说中了吧 五 我顺着学校后面的小道向理疗馆走去 打算去看个究竟 小道很僻静 不时有几声轻微的猫叫声传来 我这才想起来 学校里有很多流浪猫 大多集中在这条僻静的小道附近 这里还设有专门的流浪猫窝 会有专人定期送猫猫去绝育 来都来了 我就想顺道去猫窝看一下猫猫们 这里的猫见的人多了 一般不会怕人 前两天还有一只胖局 异常嚣张地站在路中间 打劫同学们的零食 还一度上了校园网的热搜 想到这里 我不由得轻笑起来 也不知道这次有没有机会 一睹那只胖局的尊荣 正想着 我却突然听到了一个男生的碎碎念 由于距离太远 他又是背对着我 我既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也看不见他在做什么 走近之后 我这才发现 他的面前正是那只在校园网 很火的大胖局 只不过大胖局的状态有些奇怪 整只猫翻着白眼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不说 舌头还搭拉在外面 而蹲在他身前的男生 正拿着一把嗡嗡作响的剃刀 一边操作着什么 一边恶狠狠地说道 让你嘲笑我 让你嘲笑我 我轻轻后退了几步 躲在了树后面 按照眼前的场景推测 我应该是碰到虐猫的了 我也是没想到 这个虐猫者 竟然有这么大的胆子 赶跑到大学校园里来行凶 给室友发了信息后 我悄悄地摸了过去 打算擒住这个虐猫贼 我有跆拳道基础 制服一个一般力量的男子 应该没什么问题 这里虽然僻静 但毕竟在大学校园里 多走几步也有不少人流 我还给室友发了消息 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趁着那男生没有反应过来 我一个擒拿 就想把他压在地上 但刚一接触 我就察觉到了不对 手底的触感软中淡硬 应该是流畅发达的肌肉 这人很有可能是个恋家子 果不其然 他的力气比我想象中大得多 反应也非常迅速 我不仅没支柱他 还被他反扭了下胳膊 我还没来得及 后悔我如此冲动的决定 就听见他一声惊呼 我随即落入了一个温暖的怀抱 维持着近距离接触的暧昧姿势 我终于看清了他的脸 那竟然就是沈志舟 我一时间没办法 把沈志舟和虐猫联系起来 那张脸太具有欺骗性了 只会让人联想到一些美好的事物 见我不说话 沈志舟明显慌了 着急地问道 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哪里伤当 你说话呀 师郎 我一愣 有些疑惑地反问 你怎么知道我叫师郎 说起来 虽然我跟沈志舟那段时间 天天见面 不过我也没上前跟他搭话 他应该不会注意到我才对 六 沈志舟一呆 随即支支吾吾起来 我的视线 从他形状优美的嘴唇 转移到他红透的耳朵上面 咦 他的耳朵怎么这么红 后知后觉反应过来的我 急忙一把推开他 不过手腕上传来的刺痛 下意识地让我闷哼出声 看来刚才那下真的伤到了 见我受伤了 沈志舟比我还急 在原地一个劲地打圈圈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单看他的样子 我还以为我得了什么不治之症 不过我的伤还是小事 现在最重要的是 搞清他到底对胖菊做了什么 没了沈志舟的遮挡 我才看清胖菊的整个身体 胖菊仍旧在地上不省人事 不过诡异的是 胖菊的脑袋中间 被人剃了一大块毛 看起来活像个地中海猫 简直丑得不行 看着刚才争斗中 掉落在地上的剃刀 我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看向沈志舟的眼神 也变得微妙起来 这人看起来人模狗样的 谁承想是个变态啊 察觉到我的眼神 沈志舟急忙解释 你别误会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听我讲解释 嗯 我听你狡辩 我刚带他绝育回来 他是因为麻药劲还没过 才变成这样的 你别看他这样 他可凶了 我费了好大劲才逮住他 胳膊上还被他挠了好几道呢 沈志舟一边说 一边挽起袖子让我看 果然 白皙的胳膊上有几道抓痕 看起来还抓得挺重 看着他的胳膊 我又开始神游天外 身为一个男生 没有汗毛也就算了 竟然还这么白 真是可恶 那你干嘛把他剃成这样 总不能因为他抓了你几下 就打击暴腹吧 问话间 我又不小心撇到了地上的丑猫 赶忙收回视线 专心致志地盯着沈志舟的脸洗眼睛 没办法 剃得实在太丑了 让我活生生地从一只猫身上 看到了猥琐大叔的气质 不得不说 在理发这方面 沈志舟有一种特别的天赋 他要是去干理发师 估计一天能被揍八回 沈志舟被我盯得有些脸红 微微侧过脸去 有些不自然地说道 我才没那么小心眼呢 随即双手抱息 乖巧地蹲了下来 摘掉了自己头上的帽子后 有些闷闷不乐地低下了头 你自己看吗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 他毛茸茸的头顶正中间 赫然有一块 比一元硬币略大些的斑突 我急忙捂住自己的嘴 免得一不小心再笑了出来 伤了他的自尊心 我试探性地问 你这 不会是之前频繁弄头发导致的吧 你怎么知道 沈志舟委屈地抬头 湿漉漉的眼睛活像个球颅的大狗 我搓了搓手心 止住突然泛起的痒异 假意干咳咳一声 咳 我猜的 没想到真的猜对了 我有些无奈的揉了揉眉心 虽然很可怜 但因为这种事情跟一只猫志气 心眼好像也没大到哪里去吧 气 解开误会之后 我给室友发了消息 告诉他一切平安 不用来了 然后继续听沈志舟委屈的对吧对 医生说我这是频繁染头导致的 要好好养一段时间恢复看看 最坏的结果 就是那块再也长不出头发了 你都不知道我那些室友有多过分 不是叫我沈中海 就是叫我河童沈 还有那只猫 你是没有见过他那个表情 他要是个人 我高低跟他打一架 我被沈志舟这幼稚的样子都笑了 不走心的安慰他 没事 那啥的地方又不大 用旁边的头发遮一遮就好了 再说 你个子高 一般人也看不到你的头顶啊 沈志舟的个子快一米九 趁得我一米七的个子都娇小玲珑起来 不像林妍 明明才一米七出头 非说自己有一米七五 还成千说我垫增高垫 现在想想真是隔应 虽然我的安慰很不走心 但沈志舟的心情 还是肉眼可见的好了起来 你的手腕扭伤了 正好我也要去一趟理疗馆 你跟我一块去吧 那家店治疗跌打损伤 也很有效果的 我有时候打球受伤了 都去他家治 我顺从地点点头 虽然手腕比刚才好多了 几乎感觉不到疼痛了 但去看一下也是好的 收拾完现场残留的罪证 沈志舟把被踢成地中海的胖局 交接给了另一位志愿者 面对另一位志愿者的询问 沈志舟一脸淡定地表示什么也不知道 逮到他的时候就这样了 要不是围观了全过程 我还真信了 去理疗馆的途中 我忽然想起一个被我忽视的重要问题 我停下脚步 又一次问他 话说回来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我们之前应该不认识吧 沈志舟这次没有回避我的问题 只是神色有些扭捏 你还记不记得 你五岁的时候 新搬来的一户邻居 沈志舟的话 打开了我乘风的记忆 虽然小时候的是 大部分都记不清楚了 但我对这个邻居的印象可是深得很 直到现在 我妈还时不时的拿这件事 嘲笑我一番 小时候的我很皮 虽然是个女孩子 但挨得揍比男孩还多 我五岁那年 隔壁新搬来了一户邻居 邻居有一个比我小一岁的小姑娘 长得那叫一个唇红齿白 惹人爱怜 一下子就俘获了我幼小的心灵 在之后很长一段日子里 我都特别喜欢 黏着那个小姑娘 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给她穿上各种各样的漂亮小裙子 把她打扮得跟羊娃娃一样 然后再亲亲她的脸蛋 直到有一天 我给她换小裙子的时候 不小心扒下了她的小裤裤 我的人生崩塌了 我最喜欢的小姑娘 竟然变成了讨厌的小男生 我难受的哭了好几天 缓过神来之后 才知道邻居竟然搬走了 其实我当时难受了几天后 也想通了 决定就算她变成了她 也要跟她做好朋友 谁让她长了一张 让我抗拒不了的脸呢 爸 你不会就是 我仔细端向沈志舟的脸 果然发现她的眉眼 与我记忆中的那张脸 有些重合 只不过她的眉眼 展开之后更精致了 我小时候总是叫她周周 倒是忘了她的大名是什么了 真是奇妙的缘分啊 不过你能认出我来 我竟然认不出你 真是不好意思 没想到我们竟然会考到一个大学 还真是巧 沈志舟笑了笑 似乎有什么话想说 但她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 只是有些愧叹的说道 是啊 真的好巧啊 在理疗馆看完手腕之后 我又去跟沈志舟吃了顿饭 我惊奇的发现 她似乎对我很是了解 与她的相处 也让我感到无比舒心 只不过惬意的日子没过两天 许晴又来找沈志舟了 见我也在旁边 许晴眼里闪过一丝 不易察觉的嫉妒 一边说话 一边想完我的胳膊 哎呀 学姐 好巧啊 我急忙退后 摆明我的态度 别 我们好像还没熟到这份上吧 而且我明说了 我非常讨厌你这种女生 别跟我掏近乎 许晴的笑容将在脸上 随即话锋一转 当着我的面就开始抹黑我 哎呀 沈哥 你看看学姐 我只是想跟她打个招呼而已 干嘛一副巨人千里之外的态度 真是冷淡 沈哥你有没有空啊 我们一起 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 沈志舟毫不留情地打断她 我不喜欢你 也希望你不要再纠缠我了 这已经给我的生活造成困扰了 还有 我同意诗诗的观点 我也非常讨厌你这种女生 可别沈哥 沈哥的叫了 你当我不知道啊 你比我大两岁呢 我可担不起你一声歌 许晴沉着脸离开了 我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敲了敲沈志舟的脑袋 谁让你叫我实实的 我比你大一岁呢 要叫我姐姐 不许没大没小的 沈志舟捂着脑袋不说话 反而定定地看着我 问起了我另一个问题 那姐姐 你当初为什么要跟那个林妍谈恋爱 她那么不要脸 我犹豫了一会 还是决定告诉她原因 好像在她面前 我没有什么必须要隐藏的秘密 换句话说 我好像越来越信任她了 这件事说起来还挺丢脸的 不瞒你说 这件事情还要追溯到我的高中时期 就 我刚上高中的时候 机缘巧合之下认识了一位笔友 是一位男生 虽然没有见过面 也没有交换过照片 但我们很聊得来 就这么一直聊了三年 在信中她告诉我 她的年龄与我相仿 也是一位高中生 也期望能跟我考上同一所大学 我怀着一种隐秘的期望 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 结果林妍那个倒霉玩意儿 不知从哪听说了这件事 冒充我的笔友跟我表白 我头脑一热就答应了 结果一段时间相处下来 我才发现她的话里处处是漏洞 不光是一个吃软饭的凤凰男 还是一个享受暧昧的渣男 所以我就主动踹了她了 讲完我的故事经历 我长呼一口气 其实她已经一年都没给我回过信了 我现在想想 可能我们不会有见面的机会了吧 或许遗憾也是人生中的一种常态吧 我还沉浸在我的故事当中 伤唇悲秋呢 沈志舟突然冒出了一句 失失吃不饱 嗯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这是我当初的笔名 正是当初的林妍 不知道我们通信时的笔名 我才会有所怀疑 沈志舟继续自顾自的说话 现在想想 当初取笔名还挺草率的 你叫失失吃不饱 我叫周周大魔王 哈哈 我还没从惊恶中反应过来 沈志舟就红了眼眶 趴在我的肩膀处 嚎啕大哭 早知道我就给你写封信了 呜呜 你都不知道我那一年是怎么过来的 我连觉都不敢多睡 生怕懈怠一点 就跟你考不上一所大学 你都不知道 我刚来的时候可高兴了 本来还想闪亮登场的 结果一听见你谈恋爱了 他就给我拍妈了 我那天晚上都哭成狗了 还被室友他们录了视频 天天笑话 呜呜 等我终于理清思绪的时候 沈志舟已经凑了我一肩膀的眼泪鼻涕了 于是我一边嫌弃地推开他 一边逼他讲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当年的沈志舟之所以急匆匆地搬走 是因为他奶奶生了病 全家就一起搬回了老家陪着奶奶 想让老人家的心情放松一点 等到奶奶的病情稳定以后 沈志舟回来上学了 又见到了他小时候心心念念的我 他虽然心愿于我 但也清楚 我是绝对不会在高中时期谈恋爱的 所以只能以彼友的方式与我通信 其实他就在我的隔壁学校 但他怂得很 也不敢与我见面 所以才拖到了今天 知道我分手之后 他马不停蹄地在一种损友的建议下 天天改头换面 妄图吸引我的注意之后 在华丽丽地揭开自己的身份 结果等了好几天 我也没有与他搭话的打算 反而因为折腾得太频繁 还搬秃了 说到这里 沈志舟恶狠狠地发誓 他的头发要是再也长不出来 他就把舍友的头发全剔成地中海 说起来 我还没有正式跟你表白 现在正式地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周周大魔王 也是沈志舟 喜欢你已经有14年了 所以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 沈志舟睁着亮晶晶的眼睛看着我 他真的很会利用自己的优势 他知道我抗拒不了的 有种酸涩的感觉从心中蔓延开来 最终化成了一股无法掩饰的喜悦 我故意逗他 等你头发长出来之后 我可以考虑当你的女朋友 沈志舟的小脸瞬间垮了下来 用眼神无声地控诉我 委屈巴巴地问道 那要是长不出来呢 那就再说了 是 其实我已经提前打电话 问过沈志舟的检查结果了 只不过指着报告还没有拿到而已 他那块的头发长出来是完全没问题的 只不过我这个恶劣的小玩笑 还是有点伤了周周同学的心 那沮丧的小脸看得我心疼的不行 面对这样的一张脸 除了答应他 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本来沈志舟是想等得过几天 准备好以后再高调官宣的 按照他的逻辑 就是这种事情必须有仪式感 让我以后想起来的时候 要觉得幸福才行 只不过我没想到的是 许晴又整腰额子了 这两天正好赶上校运会 沈志舟身为得力干将 当然不让的参加了三千米长跑 我也作为志愿者当了个跑腿人员 借着挂号牌光明正大的开游 本来我想着 林妍与许晴应该能消停几天 毕竟巨吃瓜人是说 他们两个的关系越来越暧昧 隐隐有谈恋爱的趋势 但是当许晴开始陪跑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姐们又有小心思了 该说不说 许晴的体力确实好 虽说跑内圈轻松一点 但三千米下来 也不是一般女生能承受的 只能说沈同学的脸 实在是太勾人了 这么多次嘲讽拒绝 都没熄灭许晴内心的小火焰 而且她今天还特意化了妆 只不过三千米跑下来 她脸上的妆也化得差不多了 汗水混合着粉底液 在她的脸上留下一道道小沟壑 简直没眼看 眼线也晕了一大片 黑乎乎的粘在眼角处 活像一坨黑色的眼屎 偏偏这姐们 还故意摆出一副坚毅的样子 看着沈志舟 我隔着大老远 都能感受到沈志舟的崩溃 我一边磕着瓜子一边看戏 余光撇到不远处的林檐 她正拿着一瓶饮料 面色低沉 那牌子正是许晴平时喜欢喝的 我看得嘖嘖称奇 许晴这段位不行啊 这不妥妥的翻车现场吗 而且这次校运会 还有直播大屏 许晴竟然铁了心要陪跑 看来是想破釜沉舟一把 就赌这次沈志舟能对她有好感 估摸着她们快到终点线的时候 我慢悠悠的走过去 特意让摄像头对准了我这边 沈志舟不负重望的拿下了第一 大屏也适时切换到了这边 许晴面上有些得意 气喘吁吁的 对沈志舟比了个大拇指 上前一步就想抱她 沈志舟眼疾手快的躲到了一边 顺势倒在了看戏的我怀里 异常虚弱说道 学姐我头好晕 可以靠一下吗 然后非常自然自觉的 伸手揽住了我的肩膀 我笑着言语她 怎么这么擦碍了 之前背着我登山的时候 可不是这样的 沈志舟悄悄的红了耳朵 我继续得寸进尺 让人干活总要给点奖励吧 周周同学 沈志舟挺了一张潮红的脸 略微气喘着 轻轻贴了贴我的脸 我不由自主地攥紧了她的手掌 还真是纯情又撩人呢 我俩在这边勾勾搭搭 那边的许晴脸都要气绿了 她再蠢 也能看出我俩的关系了 在围观人群 窃窃私语的议论声中 许晴终于绷不住了 黑着脸跑开了 看她离开的方向 应该是去追灵眼了 看来郑主追不到 还得安抚一下备胎才行 十一 我跟沈志舟官宣之后 许晴那边又闹出了点风波 之前她勾肩搭背的 那群兄弟当中 有两个是有女朋友的 女朋友还非常不好惹 两个女生找上门 骂了许晴一顿 挠花了她的脸 还合伙揍了渣男朋友 一顿以后甩了她们 对此 我只想说一句 干得漂亮 我跟沈志舟的恋爱 谈得很顺利 她不仅熟知我的喜好 还把我照顾得无微不至 简直就是24孝好男友 我跟沈志舟都毕业以后 正式收养了 那只被绝育的胖菊 也就是那只 曾经被沈志舟 剔成地中海的大胖猫 给她取名叫地中海 也算是纪念我们 啼笑皆非的相遇 最后的最后 我还有一点小八卦 要讲给你们听 许晴和林妍 在经过一系列风波之后 竟然真的在一起了 属实是破锅配破盖 天生是一对了 但林妍作为资深凤凰男 本质上就是一个 自私自利的小人 就想哄骗着许晴 将来好吸她的血 但许晴也不是什么好拿捏的 不光套路林妍 给她买着买那 还跟别的男人 保持着暧昧关系 对外的统一口径 都是好哥们 结果林妍反对许晴掏空了不说 还欠了许多外债 够她长不少苦头了 但许晴的日子也不好过 她本身风平就差 还老爱干一些 没有边界感的恶心事 自然也不会遇见 真心待她的男人 好了 八卦就讲到这里 毕竟依托打便 也没什么好看的 在这里要隆重表扬一下 周周同学 绝对是个满分的见察达人 其实一个男人爱不爱你 从他的行为 便可以完全看出来 所以永远不要自欺欺人 远离绿茶 真爱你我 与君共勉